接著下來,我們邀請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 劉大貝博士 劉博士也是台港經濟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首先要邀請劉大貝代表馬主席來給我們知意 請劉大貝博士 劉大貝博士 各位長官,各位主席,還有各位在場的嘉賓 大家早安,早上好 來到香港,每一次參加香港的活動 特別是神奇的典禮,內心都非常的激動 首先,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現在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每個禮拜三,回去跟馬主席開會 上個禮拜,我特別跟他報告 我不參加台灣,今年也是百年的國慶 有許多的重要慶典活動 但是要特別參加香港這個神奇典禮 馬主席又特別交代,要帶他向在場 所有熱愛我們中華民國的僑胞 親自的問好,問候大家 馬主席直接的問候大家好 問候跟大家致意 大家開不開心啊? 好,開心! 我記得,今年參加這個神奇典禮是第二次的 我們在元旦的時候,開國紀念日也有一次神奇典禮 每一次看到這麼多的僑胞 風雨無阻,騎海漂洋 在這裡一同紀念我們中華民國開國典禮 還有我們中華民國的生日啊 我覺得都非常的感恩 特別我的感受啊 就是今天在香港在場的所有的僑胞 都是真正熱愛我們中華民國 熱愛我們台灣的僑胞 大家說是不是啊? 講到愛台灣啊 現在在台灣啊 很多政治政客啊 嘴巴上都喜歡講愛台灣 但是他們的行為 常常是害台灣 在傷害台灣 我們最近這位反對黨的主席 也是總統的參選人 叫做蔡英文 他今天我們的國慶典禮在台灣舉行的 他並不參加 就不要說神奇典禮 他根本不會參加 他甚至於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各位僑胞 如果這樣的人啊 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中華民國是不是就倒楣了? 是不是就有麻煩了? 是 我們今天 在台灣實行了國父的理想 民主、民權、民生、自由、平等、均富的這個理想 國民黨在2008年 這個重新執政以後 政府銳利的改革 革新、創新 剛才處長也報告了 其實在過去這四年 不論我們在兩岸關係 港台關係 我們做了習大的提升 原來兩岸之間 台灣海峽是國際的火藥庫 現在是國際的寧靜海 原來我們在國際上寸步難行 但昨天我聽到外交部有宣布啊 今天我們用中華民國的護照 在全世界可以有123個國家 自由、通行、無阻、免簽證 各位說這是不是一個極大的一個政績呢? 我們的經濟成長更不用講了 有兩位數字10.88的成長在去年 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去年我記得跟大家報告 是提升到第八名 今年我們又提升了兩名 現在是全世界第六名 我想這些數字啊 都是往上提升的 只有兩件數字是往下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失業率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的自殺率 是在往下降的 所以各位馬總統是不是一位好總統啊? 我們是不是要支持他在明年啊 繼續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好不好啊? 好! 所以各位拜託 呼籲各位啊 我們要回去投票好不好 在明年的1月14號 各位啊 有投票權一定要回去啊 因為今年的選舉啊 形勢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現在又多了一組啊 候選人啊在那邊競爭 所以啊 我們不能夠讓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理想 在中國國民黨這樣執行的這個路上啊 不能夠中斷啊 陳如馬總統所說的啊 改革已經發生 改革不能中斷啊 前四年我們是撥亂反正 阿扁總統的一個爛攤子 大家整理的差不多了啊 後四年呢 我們要脫胎換股啊 中華民國已經有未來十年的一個 黃金十年的藍圖啊 一百年新逢雙十國慶啊 我們啊都知道一百是一個新的紀元啊 我們藉著馬總統繼續的連任啊 奠定好我們十年黃金的一個一個成長的一個發展 同時要開創中華民國的一個新紀元 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謝謝各位啊 我們衷心的感恩啊 謝謝各位支持中華民國 謝謝各位愛台灣 當然我們也都愛香港啊 我們愛香港又愛台灣 謝謝各位啊 最好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再做各位嘉賓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劉大佩博士 謝謝 我們大家都要貫徹呢 國父的三民主義 裡面的民族民權民生 我們貫徹我們有投票的權利 現在在補島台灣呢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同胞呢 都有權利 去貫徹他的選民的權利 去投票選我們的領導人 明年香港又要選所謂領導人了 為什麼叫所謂呢 並不是我們大家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OK 是一千二百個小圈子裡面的選民去投票選出來 我們希望 希望同志 仍需努力 我們改革尚未成功 香港的政治 政治的體制呢 仍然需要大家繼續努力 去推動改革